萊娥議員 發言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第三條 請宣讀條文 民進黨黨團組稱 東 Unreal 第三條 任何人不得受聲透來源之指示 委託或資助 捐贈政治現金 或捐贈经费 供从事公民投票案至相关活动 违反前项规定者 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一千万元相网金 使用力量老盘修正 动议第三条 任何人不得受伸透来源 知知事委托或资助 捐贈政治现金或捐贈经费 供从事公民投票案至相关活动 违反前项规定者 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一千万元相网金 你参选人 受受伸透来源 获取指示为通货资助者 捐贈之政治现金 且未依相关法律规定之 期限缴交受理申报 机关办理强固者 处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二百万元 以上二千万元相网金 且向情形经判刑确定者 不得登记为候选人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 自代表发言 首先我们请召委员天宁 周委员村民请准备 谢谢院长 各位同仁 所有的媒体先进 以及所有在网路上观看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 建权法治其实是促进民主 跟维护选举公平 非常重要的途径 所以民主进步党再次执政以后的 这三年多来 我们处理不当党产 我们修正政治现金法里面 改变了过去政党无上限 可以捐赠党籍候选人的漏规 所以我们看到了 选举里面过去 由这个政党直接变卖党产 然后呢 直接来捐赠候选人 这样子一个造成选举不公平的情形 大幅的改善 可是我们除了内部的法治健全之外 面对了境外敌对势力 主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介入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不是只有台湾遇到这种情形 我们以澳洲跟纽西亚人的例子来看 澳洲在2016年8月份 澳洲的媒体指出 2013年到2015年的三年时间里面 跟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企业 向澳洲主要政党捐赠 超过550万澳元 相当于1亿1600万台币 那更有参议员收受了中国政治现金之后 在参议院不顾政党与国家立场 称南海是中国的内海 最后因被揭发而下台 去年底32岁的澳洲籍商人赵波 曾经向澳洲安全情报组织通报 指中国情报机关 透过一名墨尔本商人 提供给他100万澳元 约2110万台币 然后要资助他投入澳洲国会选战 他拒绝之后 今年3月离奇死亡 相关的事件 促成澳洲的反渗透法 跟政治现金法制的进步跟改革 这个月更宣布赤资 新台币18亿元成立情报专案小组 研究外国势力干预 跟外国间谍活动 同样在纽西兰也是一样 在纽西兰今年8月份 纽西兰国会议员麦克雷被媒体披露 他还是内阁成员的时候收受中国商人朗林 透过纽西兰籍公司捐赠 15万纽西兰币的政治现金 这样游走法律边缘的事情 也促成了 这个纽西兰在一天之内完成 禁止外国高额政治现金的修法 会适用于明年的纽西兰大选 那台湾呢 我们看到在华府的美国智库 全球台湾研究所 今年公布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民主的干预中指出 研究员在对台湾进行访谈时 经常听到 在中国的台商被中国相关人士要求 对国民党的候选人进行捐款 那这样的捐款在目前的法治 是并不会违反政治现金法 但是是充满瑕疵 影响选举公平的政治现金 所以这次的反渗透法里面 不管是第三条对于政治现金的 这样子的一个防治 对选举公投集会游行游说 等等的都是在我们这次反渗透法里面 要健全的法治精神 台湾争固的民主法治 不容境外的敌对势力介入破坏 我们恳请我们的大会 我们的立法院不分党派一起支持 谢谢 谢谢赵委员 现在请州委员村米 王委员定余 请准备 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我想刚刚我们讨论的第一条第二条 从第三条到第七条就是我们整个反渗透法 我们在规范的一个静置的一个行为 那第三条我们规范的主要就是不能做政治的捐献 还有对公民投票从事一个经费的赞助 那这个法条昨天我们在协商的时候 国民党党团有提出他们的版本 也是贯穿于他们在第三条到第七条的一个脉络 他们主要的精神是要去处罚说 如果你没有去申报登记 然后去做这些政治捐献的话 那是要受到处罚 那事实上这样是矛盾的 整个反渗透法 我们的精神是在处罚说 你受渗透来源的指示 赞助 委托 然后去做这个政治捐献 或是公民投票的一个赞助 那这些我们是要去处罚的 但是呢他们反其道而行 搞错了一个整个体制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也新建 国民党昨天接受整个朝约党团的一个讨论的意见 今天他没有再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正的动议 那至于时代力量的版本 那昨天黄国枪委员他们着重的是希望说 在这个被捐献的这个参选人里面 我们要做一个加重的处罚 那这边我们做一个说明 在政治先经法里面 如果你收到外国的一个捐献 或者是港澳地区的捐献的话 那这个部分你如果没有照一定的期限去缴回 那要受到一定的处罚 在那个法律规定中 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现在时代力量党团的盘本 是要提高到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那这边我们做个厘清 因为在整个反胜透法这个一个法案里面 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就这个被渗透的这个渗透来源端 然后去渗透做的一个一个静置的作为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处罚是在这个没有去 在政经先经法没有去处罚渗透端捐献者 那在这边我们去补齐 那至于说是不是要来被剥夺 是不是要来剥夺 被参选这个你参选人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参选的权利 那我想这个我们可能要从比例原则来讨论 因为今天在政治先经法我们处罚的 是他没有在一定的期限里面去缴回 他收受了外国的捐献 他收受了一个渗透来源的捐献 他没有在一定的期间缴回 那我们来横租这样一个手段目的的原则 是不是他在一定的期间没有缴回 我们要就来终身剥夺他的一个参选资格 我想这个是有意义的 而且呢如果我们要来确定剥夺他的一个终身参选的资格 可能要等到刑事确定之后 那我想这个不是我们法案要去规范的一个目的 还有宗旨 以上请大家支持民进党团的提案 谢谢 谢谢周委员 现在请王委员定宇 李委员红军请准备 谢谢院长 我们这个法条 其实十二条九百多个字 并不难读 那我们第三条在讨论政治现金的部分 我还是做一个概括的说明 第一个 有人质疑说境外敌对势力的定义 有很多人会拿敌对行为国际局势 错了 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的定义是法律问题 这个法律写在秦工法 写在通讯监察法 写在国安法 写在刑法 陆海空军刑法 在1999年 2015年国民党过半的立法院 当时修法的定义就是这一个 而境外敌对势力的定义是 与我国交战或武力对峙的团体或国家 目前不管我们的QDR或任何的指出的就是中国 那如果在野党 国民党认为美国日本应该把它列入的话 可以拿出来讨论 公开讲 但是目前这一个境外敌对势力的定义 并没有因为政党轮替有所改变 这一二十年来都一样 你们审过的法案 跟我们现在审的法案 定义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是挑中国来当敌对对象 而是在法律的定义上 目前以武力跟我们对峙 企图消灭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的就是中国 第二个他约束的行为就回到第三条 他的行为其实有两道锁 第一道锁 接受中共中国的委托指示或者是资助 第二道锁就是我们民主行为 在家鼓励的政治献金 公民投票 游说立法 参选助选 集会游行 信息流通 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社会所乐见所鼓励的 但是不应该被境外的敌对势力所污染或控制 所以在澳洲或者是美国很多国家 会把境外的势力把它排除 不让外界去影响我们国内民主的运作 要投篮投绿投皇都是自由的 但是不可以有外界的污染 所以这两道锁锁住之后 有人讲什么去卖戏剧啊 卖农产品啊 去中国走一趟回来就变成了 我不好意思用胡说八道这四个字 但是请你仔细看这两道锁 受中国的资助指示委托 对台湾的民主的行为 政治献金 助选 游说 公投 干扰集会游行 散播假作讯息 这两个同时并列才能成立 那我们现有的法治 可以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吗 最后就是 以台湾为前提 保护民主环境 这早就该做 而在沟通的过程 5月31号到现在 是在野党一再以焦土抗争 不参加沟通 民进党也自己修改了三次的版本 所以只有太慢 没有太早 让我们尽早通过反渗透法 谢谢 谢谢王委员 现在请离委员洪军 黄委员国昌请准备 主席还有各位同仁 其实如果大家回顾 在5月31号 当时代力量提出 中共代理人法的时候 在那个时间点 民进党国民党 包括清明党 都觉得这个法 如果可以通过的话 会造成的冲击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那时候 这三个党 有共同的默契 把它冷冻起来 那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国家整体的一个方向里面 究竟立了法以后 对我们未来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面 包括人民 所造成的冲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就是必须大家要非常的去冷静 来看待 以国家前提为大家的首要 可是今天 选举要接近 我们看到反滲透法 这样子的一个提出 所造成的 我们未来的冲击 会是什么样子 完全没有去做好的一个评估 那会造成的一个社会的恐慌 那我们如何用理性立法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直在呼吁跟强调 当然大家都担心 会被扣上很大的红帽子 没有人在反对国家安全 没有人会去拿 如果真的是拿了中共的资助 或者拿了中共的任何的利益 或者是要来这样子 而来叛乱我们的国家 这本来就应该要重罚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的既定的法令本来都有 刚刚很多同仁也提到澳洲 TITS的一个相对的法令 澳洲的相对的法令里面 我们国家 本来在选霸法里面 就针对外国人 对我们选举的干扰 资助 相对的法令 我们本来都有 我们本来就比澳洲还要先进 我们的立法本来就比澳洲纽西兰还要先进 所以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的全国的百姓 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的立法必须要去完善 必须要去完备 我打个比方 在立法里面 包括受了渗透来源的指示委托资助 捐赠政治千金 这个他的立法的定义是非常的模糊的 在非常的模糊之下 我们的刑法里面本来就定的非常的清楚 明确的非常的清楚 可是你把它模糊空间出来了以后 他就会变成自由新政 这个才是我们担忧的地方 谢谢李委员 现在请黄委员国昌 院长 本院委员 时代力量党团从三个会期提出反境外敌对势力并吞渗透法 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在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以及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 而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反渗透法 它是立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那个判断就是 境外敌对势力不能够跟一般的外国同事 针对境外敌对势力 侵害我国民主选举 以及其他的渗透行为 必须要特别的立法来加以规范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当我们看到第三条的条文的时候 目前政治现金法规范的是 任何参选人不可以从任何的外国 不可以从大陆地区收受政治现金 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 那我们从境外敌对势力收受政治现金 跟从一般的外国收受政治现金 在我国法律上面的评价是不是要一样 时代力量党团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答案 非常的清楚 法律的评价当然应该不一样 正是因为应该不一样 我们今天才要定反渗透法 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修正动议 如果说今天我们定了反渗透法 结果没有把参选人从境外敌对势力那边 收受政治现金加重处罚 我们还是回归一般的政治现金法 去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话 我们的立法者要告诉台湾社会什么 我们到底有没有把境外敌对势力 当成特殊要规范的对象 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要定反渗透法 正是因为 那个是对我国国家安全 造成最大侵扰的来源 我们才要定反渗透法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当我国的候选人 从境外敌对势力 收受政治现金 我们又如何能够在法律评价上 把它看成是 跟一般的外国收受政治现金 做相同的评价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在这边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 除了强化他的处罚以外 而且我们在法条上面 明确的规定了 经过判刑确定 这个是在我们修正动议上面 写得非常清楚 经过判刑确定 不得登记为候选人 那如果不小心 判决确定的时候 他已经当选了怎么办 就回到选霸法的规定 让他的当选是无效的 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修正才能够真正体现 反渗透法应该要彰显的立法价值 谢谢黄委员 所有党团推派 花园的委员均已花园完毕 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 纪明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谢谢黄委员坚 谢谢黄委员坚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出席67人 赞成5人 反对61人 去全1人 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请问院会本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有意 有意 我们就进行表决 针对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纪明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司委员义方声明对刚才支表决与民进党党团一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谢谢黄委员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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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出席70人 赞成66人 反对4人 去全0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第三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四条 请宣读条文